男人不和你增这四件事,说明他已经把心交给你了 想爱却找不到值得爱的人,不爱却控制不住自己澎湃的心 女人感情就是这样矛盾,这与女人天生敏感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而在一段感情里,其实女人最想知道的是一个男人心里到底有没有自己 毕竟女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的,只有知道男人真的是把自己放在心里 才敢下定决心一心一意的付出 其实想知道一个男人究竟爱不爱你是不太难的 爱与不爱就看他捅不捅你增这四件事 如果不争,那就说明他已经把心交给你了 第一件事,不与你争对错 把心交给你了的男人会想方设法疼你,不断讨你欢心 心里装着你是非面前,爱你的男人不在乎一时口舌之长 只在乎你的心情 把心交给你了的男人心胸是宽阔的,不会与你争事情的对与错 因为他知道爱你才是最重的事情 爱你就是要包容你的方方面面 第二件事,不与你争谁付出的多还是少 把心交给你的男人不会计较个人得失 也不会算计自己付出多少 只要你快乐,他就高兴 爱情就是要有付出的 可是不爱的男人付出一点就会要求你有更多回报 把心交给你的人不除你什么 只希望你在他身边一直永远陪着他 看着斗转心仪花开花落 静待年华逝去,有你就温馨 第三件事,不会与你争着看电视 也许你没有想到,男人喜欢支配着生活 哪怕一点点的事情,男人喜欢做生活中的主宰 不把女人放在眼里 有一天一个男人为了你改变了自己的习惯 也不再与你争看电视 而是陪着你一起看喜欢的节目 只能说明他看上了你,也妥协了自己 第四件事,不会与你争输赢 在生活中你们可能进行各种各样的搭度 可是对他来说,你们之间赢的只会是你 只要你好,他就会妥协 即使你坚持的是错的东西 这些他都不在乎 他在乎的是你开不开心 只要你愿意,他可以永远都是错的那方